大家好,我是小月 这里是北京门头沟的神泉卡景区的门口 成人票价是36一个人 老人是28一个人 才从门口可以把车开进到景区内 现在已经是景区了 如果看到哪里风景好 可以停下来 这个景区主要看的就是它的兵铺 走了一会儿就看见有兵铺了 然后停下车来看一下 还是挺壮观的 这个景区它是位于门头沟妙峰山镇 探场村西的一公里处 面积约是15平方公里 距北京市区是45公里 今天来这里主要看的就是兵铺 这里也成为门头沟的冬天旅游的 网红打卡梯了 再往上开一开 然后先从上往下里游览 车已经停好了 停车的时候是不收费用的 往山上爬一爬 先爬一爬山 然后再往下欣赏冰铺 昨天北京刚下过雪 地上面还有雪 然后这种街的就是冰铺 感觉门头沟的石头特别多 而且你看路上还有边上砌的墙都是用石头砌的 而且门头沟的旅游景点就比如说窜底下村 它都是石头房子 经郊区非常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一个区 排头就能望见这个冰铺 现在我们还能听见这个号角声 边上这个就是一个战争的模拟场景 无望初心牢记使命 这个就是一个战争的场景 你看 1939年下半年的时候 八路军34大队来到探场村附近 以此为基地开展了游击战 这是在这里开展的游击战 最开始的人不是特别多 后来扩大将近了300人 在这里打击日寇 逼日本人 往上走一点 这还有一个红色文化纪念馆 因为疫情期间它是关闭的 是无法参观的 这个呢是一个弹药库 说是1939年下半年的时候 八路军34大队来到探场村附近 积日寇 然后依山而建了一个弹药库 弹药库是为原址翻建的 非常真实的模拟了 你看弹药库的弹药库里面 里面还有那个 这个是炸弹 边上还建的有一个防空洞 就是这个 为了当时为了防止日军的偷袭 然后依山而建的一个防空洞 这个是在原址上面翻建的一个防空洞 原来就有的 好 我们现在出去 这还点了一个灯 这里还是进查济边区 呃 办事处 这里 我们上去看一下 这里是原县左宫属旧址的一个附件 这房里有这个办公容员住宿的用房的 但是现在都是关着的 办公在这里住宿 主持工作 站在高处整个在欣赏一下这个神圈侠景区里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啊 还是很有历史的 以前这里还打击过日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一下